实现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要振兴 如何挖掘当地产业特色资源 走出因地制宜的致富路 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迈向小康生活的关键一步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童心奔小康系列报道 讲述广东人民宁心俱力 骑奔小康的生动故事 今天我们走进阳江阳春市 去了解乡村竹藤草的远阳之路 俯瞰阳春市双轿镇大臣村 山地丘陵遍布 漫山竹林郁郁葱葱 这些野生竹林普遍无人打理荒废多年 然而让当地人没想到的是 这丢荒地上的野竹林 竟成了国外客户的香伯伯 我们这个竹子远烧到国外的话 大概一个货柜可以卖到四万多块钱美金 这个我没想到 没想到他们能给我们创造这么大的价值 野竹林的这场翻身账 还得从2017年说起 当时村民兰昭行从东莞返乡 开始谋划着盘活家乡的竹藤草资源 因为家乡这些竹林 飞起了很多年很多年了 没人来收购过这些竹子 突然想着都不是投入很大的成本 尝试一下心态去带领这些村民 一起为这些资源寻找一个新的出路 经过认真的走访调研 兰昭行得知有企业专门收购竹藤草的半成品 立马上门与企业详谈 企业负责人也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但合作的前提是产品的质量一定要过关 得知国际标准后 兰昭行决定承包部分荒地进行统一改良与管理 他还得到了当地海关部门的技术指导 为了解决初级产品携带虫害风险高的痛点 江门海关所属阳江海关成立技术小组 对农户和企业进行个性化帮扶 从原材料加工出口前简易处理等环节 实施严格管控 并开展质量体系管理和虫害防疫技术的培训 推动竹藤草产业以致取胜 在原村设了一个原村茶奖科 专门是扶持这块的业务 同时就近建了一个分金库 就是第三份的奖业机构 对这个企业就近服务 当天报奖 叫当天处理 整个产业链 这个质量体系都提醒了 所以联系八年叫零通报 有了技术的保证 蓝昭行信心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的乡亲也加入到了队伍中 目前蓝昭行拥有四个作坊 解决八十多名村民的就业问题 村民人均每月能拿到三千多块的工资 让我们这些农屋更加有信心地去大胆去做这个 这些村民在我们这些加工厂干活 他也得到了充实 得到了收入 还有那些零零散散的散户的回收到我们这里以后 再由我们这经销直接带动了好几条村 如今竹藤草远消西班牙 法国意大利等国 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据统计 2020年 阳春市出口竹木藤草制品 1386匹次 获值7235万美元 约占阳春市外贸出口总额40% 带动了1200多户农村家庭增收4600多万元 夏天到了 竹藤草行业迎来旺季 一条由竹藤草带动的外贸致富路 正在阳春山间徐徐铺开 广东台记者李鑫 林储春报道 文字连判 2032日 2022年